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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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現場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有一個韓國的媒體記者 他問說 因為你們兩位 已經先前否認過兩次 你們之間是沒有 談戀愛的事情 那可是這個事情 會不會造成你們後續在 配合上面 在接系上面的困擾 他是這樣子問的 可是我們一聽我們就知道 你其實想要問的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現場的媒體都在笑 因為想說明天新聞有標題了 下午新聞有標題了 對 那他們兩個人 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當然還是回答的 我們可能會覺得 就是比較安全性的回答方式 接系完全只是基於劇本 以及想 就是覺得跟對方合作 沒有不愉快啊 的方式 所以才會繼續合作 可是 雖然講是這樣的講 但是我們在現場 看他們的互動 還有包含是甚至後面 專訪的時候的互動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真的很可疑 因為他們的互動 近距離看到那些小細節的 他們的互動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有點會像 我們現在在劇裡面看到的 和栗振賀跟影視力的互動 的那個關係 因為講真的就是 孫一珍 有粉紅泡泡出來的那一種 很多喔 很多喔 而且他們兩位 雖然是同年齡 可是其實 論資歷來講 孫一珍是前輩 所以他們兩個人 真的在相處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是前後輩的關係 很多時候就是會 像劇裡面演的這樣 女生是會吐槽男生的 然後男生就會突然 一副像剛剛說的呆萌 欸 怎麼辦 欸 我好像說說話了 那種畫面會一再的一再的出現 所以其實很有趣的 我們今天邀請到瑞珠來 就是因為她是真正的 去過北韓現場的 對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 這個劇的還原 跟你真正去過的北韓 它大概差距多少 有一點是我覺得還蠻奇特 就是在北韓的時候 常會停電 這個是真的 就是你在 無預警的 對 無預警 他不是有演到就是 玄冰的未婚妻要去買房子 然後那個 其他人就跟他講說 這五樓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停電的話 你買到十七樓的話 你每天都要爬十七樓這樣 但北韓真的很常停電 然後真的很 在平壤市區 有很多高樓大廈 就跟他們在劇中 要去買房子的那個高樓 是差不多的樣子 然後裡面的設備 其實也算 其實現在平壤 也是蠻進步的一個地方 就是至少我們在平壤看到的 然後有一個地方就是 它裡面是說 他們去看新房子的時候 停電他們打開冰箱 發現裡面都是 把冰箱當成一個儲藏櫃 我們在北韓的時候 我去參觀一個農村 然後在農家 我們就看到一個冰箱 結果有人跑去把它打開 結果發現裡面真的放衣服 就是它的冰箱其實是沒有在用的 所以這個戲劇都是演真的 就是那一些地方是蠻像的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有一點是 這個戲劇比較不像的地方 就是北韓人 其實是不能夠隨便移動的 所以裡面有一個情節是說 有兩個小孩子什麼很可憐 還睡在路邊 這個東西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北韓每一個人 他都是有固定的位置的 他的房子其實房子也不用買 是國家會分配給你 所以每個人你的戶籍不能夠隨便亂動 然後你不可以隨便亂跑 就是你政府規定 你就是一顆棋子 你要在這個區域 你就會在這個區域 永遠的待下去 政府沒有准許你跑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不可以跑到別的地方 可是就像那個真實故事是 他請你離開 但這一部愛情故事 他真的是可以有個完美 因為怎麼可能 他們會真的有辦法相愛相戀結婚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 當然因為畢竟是戲劇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設定的橋段是必要的 但這齣戲之所以為什麼會在韓國 甚至是在亞洲地區引起很大的關注 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齣戲他們有請在南韓的北韓語言專家 來教這些演員們北韓的口音要怎麼說 甚至他們在編劇群裡面 其實是有請真正的脫北者 來提供一些北韓資訊的諮詢 就比如說在語言裡面 最簡單的我們提到像手機 在南韓韓國人講的手機 他們叫Handphone 就是Handphone Handphone 可是呢 在北韓他們講的是什麼 孫崇華 孫是手 崇華是電話 就是手電話 大哥大 有點像手機 只是變成是一個類似像 如果我們用中文來想的話 就是可能一個是你用我們講Handphone 那個是英文 它是一個外來語 對 那手機是中文 是漢字 是這樣子 那因為北韓其實大家都知道很反美 所以跟美國相關的 尤其是外來語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是不用的 然後再來是像剛剛日志姐有講到的 每個人都會有規定的住宿的地方 等於是戶籍的人口管制是很嚴格的 所以相對來說會有什麼 住宿的突擊檢查 也有比較好笑的部分就是 他會可以順便檢查你家裡面 有沒有不該出現的東西 比如說會說話的電鍋 那就是南韓 南邊來的電鍋 那這個就有問題了 那有問題要怎麼解決 可能就人民班長自肥啊什麼 這個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東西 所以像現在在韓國有很多的脫北者 他們是會自己經營YouTube頻道的 或者他們會上一些綜藝節目 他們會講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有提到說 很多東西其實是跟他們的認知 跟他們記憶中的北韓是一樣的 甚至是有一個橋段是 孫立正一開始想要洗澡 但是要熱水怎麼辦 拿著一個大的塑膠袋嗎 他就是用柴燒火以後 裝到一個大的木桶 有點像日式的浴缸的木桶 然後為了要維持熱度 他們要用塑膠袋 把這個木桶整個圍起來 然後你在裡面跑 這些都是有獲得脫北者認證說 沒錯我們的美式這個樣子